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狐妖小红娘后 援冰言货在禁足古装 网友 不来不现代剧 幸福到万家最近开播 剧中有一渣男名字名魏大勋 恰巧雨圈内一人魏大勋的名字撞上了 这热搜一灯上去 不明真相的网友还以为是魏大勋出了什么时期 慌得魏大勋本人也是急忙发动态 表示自己也被吓着了 于是乎剧目编剧就晒出了剧本 表示原故时在六年前就策划完成了 算是闹了个小乌龙而已 二二年上线的剧 剧本早在一六年就写作完毕了 从幸福到万家事件中 再次看到了一部影视剧从制作到开播 这个时常跨越的久 幸福到万家事上线了 计划已有两年的古风国漫大IP 狐妖小红阳也终于是准备到位 主创军进组定装了 这其中 就包括大家很是熟悉的原冰炎 在流离大火之后 他连着拍了三部古炎剧 如今禁组又是国风剧 就在大家直呼审美疲劳 看印了的时候 网传他将与郭靖明合作 全新项目云之语 还是一部玄幻古装作 连着带播如此多部古炎 像是要扎在恒店古装圈了 难免有网友叹息 真的不来部现代剧吗 原冰炎现代剧存货较少 审核困难孔炎7上线 其实 细看他的存货 发现他还是有现代剧带播的 且题材统一 与古炎剧里焦憨少女的荧幕形象不一样 他在少年盾与雷霆令里扮演的角色 均是萨爽女警察 葛丹是完成形 初登场就拿着武器在参加任务 而沈小彤则是成长型女主 从进入警校开始锻炼 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有责任心的人民警察 角色设定与前端时间收官的 警察荣誉里的夏杰有些相似 白鹿扮演的夏杰坚毅眼神 尚且能铸上升期的他获得高口碑 那么原冰炎的沈小彤也潜力无限 在雷霆令放出的花絮片段里 原冰炎穿着特制的队服 扛着枪快速入场 击杀嫌疑犯的样子很是帅气 在没拍之前是只喊好男的可爱小明 开拍后饰演神冷酷 状态立马到位的警察葛丹 小花出演证据所能带来的反差感 真是偶像剧所不能比的 且此类警察职业角色是最能体现细节演技的 少年盾是青春励志 而雷霆令则是重点项目 秦海露这样的影后都加盟了 两部剧均有爆款箱 但遗憾的是 前者积压多年 怕是很难上线了 而后者 由于是打击犯罪题材的 细节方面的审核是比较精细的 像《隔壁冰与火》同样是杀青数月了 但仍然没有要上映的消息 这类剧就是极不得的 所以原冰岩不是没有现代剧 甚至葛丹这个人物 是他在楚玄机之后续拍的第一个角色 只是可惜 由于参演的两部剧均涉及主旋律 审核方面有些困难 所以才总是延期 没有上线 他不仅有现代剧带播 而且在都市情感题材方面 他本是有望大火的 本是半世蜜堂半世商女配 灵气足够支撑角色 他原本是半世蜜堂半世商的女配 这个热知识大家应该都知道 原剧中的女配徐丽是个花痴少女 因为看到帅哥总是待在便利店 从而选择入职成为是收银小妹 人虽严控但却是个小太阳 看见他时而傻乎乎被人骗 时而泪汪汪求安慰 感受到这个角色的细精属性了 最终版萧燕呈现的徐丽超乖巧 而原定徐丽元冰岩从路透来看 也有着不输他的灵气 曾在白衣笑花与大长腿这样的 纠集玛丽苏雷剧有过出演的他 抗住了剧组有限的经费与布景 他所扮演的软清甜 扎着小卷发出现 眉眼笑弯弯 配音也超甜 这才是偶像剧里真正会出现的清纯女神 原冰岩的脸有肉感 让他能在全世甜妹方面有优势 加之本身性格就是软软糯糯的 这镜头一打下来 自然的温和 在之前为品牌拍摄广告时 打工人员冰岩坐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 慌张打电话记录的样子 就像急了一个快要炸毛的可爱小狗 而在琉璃云割会上的小片里 他的现代装造型也没让人失望 只是 或许是剧本帝过来的时间问题吧 挑选过后他连着进了四个古装组 想必拍完狐妖小红娘 他的雷霆令就要播了 而他也会考虑现代剧市场 那么 就期待他之后的表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